电视金钟奖 戏剧类节目奖 得奖的是 斯卡罗 强烈的影像风格 史诗般的大合剧 透过宏观的视野 展现台湾肯慌时代 不同族群间的冲突与调和 美术 服装 道具 场景 真实地还原了历史 开创了台剧 影像风格的新高度 恭喜斯卡罗 来 不管是谁都先上台 导演 恭喜了 导演 先讲话吧 一年以来 我的耳机一直有一个 有一句话叫not yet 当我在沮丧的时候 那句话not yet 它告诉你不要放弃 生命的力量会把你带过去的 当你在高潮的时候 not yet 不要开心 不要骄傲 生命的力量 在后面会给你更大 更美 更好的 台湾加油 影视产业加油 not yet 谢谢 荣耀给上帝 谢谢 恭喜斯卡罗得到今天晚上的最佳戏剧节目奖 戏剧类节目奖入围的有 戏剧节目奖入围的有 茶经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汉草影视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逆局 天宇电影有限公司 斯卡罗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台北创造电影有限公司 财团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会 台北市电影委员会 华登初上 白玉数码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既然躲不掉 那就来吧 第五十七届电视金钟奖 戏剧类节目奖 得奖的是 斯卡罗 强烈的影像风格 史诗般的大合剧 透过宏观的视野 展现台湾肯荒时代 不同族群间的冲突与调和 美术 服装 道具 场景 真实地还原了历史 开创了台剧影像风格的新高度 恭喜斯卡罗 来 不管是谁 都先上台 导演 恭喜了 导演 先讲话吧 导演 需要缓一缓 他有点太激动了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天使 我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的名字被看见 感谢威望 威省投资公司 星光合成 Campbell台北市营业会 曾凡城先生 雷辉先生 石正荣先生 邱寨新先生 白市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陈翰教育工艺信托基金 刘培生建筑师事务所 台新创投公司 感谢援助《傀儡花》作者 陈耀昌医师 以及陈玉秀董事长 在那时大力的推进时代剧 找资源 找刚才的天使 一部旗舰时代剧 我们可能以为付出 跨出了一大步 但如果之后没有继续的前铺后继 一步步继续 其实我们可能只前进了一小步 谢谢曹导和斯卡罗团队 你们为台剧打了美好的一仗 即使满身伤痕也从未放弃 愿我们说更多这块土地的公式 公共电视会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医师写出这本小说 哎呦 要讲什么 那个 我觉得 太激动了 真的 几十年来 我想今天是最高潮起伏的 然后 真的是 太难了 生命太难了 你突然跌到低谷 然后你也不再期待高潮 可是它真的就出现了 其实我相信这次的评审团 真的要很有胆识 把这个片子给斯卡罗 因为对手都太强 每一部片都太强 然后我想 也不能讲对手 我觉得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其实我们都在创造 今天晚上的精彩 是我们一起创造出来的 谢谢你们 接下来我要感谢 因为这个片子太难 太难 我要感谢 首先 一直知之不见 六年七年的陈医修女士 因为她一直 想要让这个片子 让台湾的历史被看到 另外就是六千多位 临时演员 他们在穷山恶水 然后帮助了这部片子 还有几百名在台湾的外国人 他们也帮助了这部片子的完成 没有他们 不可能完成 另外就是 屏隆县政府 潘县长 还有满洲乡乡亲 谢谢你们 我们在那个过程中 充满得到你们 完完全全的协助 谢谢你们 然后最后 最后我要谢谢 我那个钢铁阵容的团队 你们在哪里 谢谢 谢谢 这个奖是你们的 你们该得的 谢谢我的家人 谢谢我的太太 谢谢你们一直支持着我 我想今天 其实一个高潮 起伏的一夜 我想 没得奖的人 也许会 非常的沮丧 可是得奖的人 我觉得他也不见得 会开心 因为他发现 原来生命是 惊涛 害浪的 我用最后这段话 我想要给今天 给台湾 一年以来 我的耳机一直有一个 有一句话叫 not yet 当我在 沮丧的时候 那句话 not yet 他告诉你 不要放弃 生命的力量 会把你带过去的 当你在高潮的时候 not yet 不要开心 不要骄傲 生命的力量 在后面 会给你更大 更美 更好的 台湾加油 影视产业加油 not yet 谢谢 荣耀给上帝 谢谢 恭喜斯卡罗 得到今天晚上的 最佳戏剧节目奖